不知道大家覺得護膚第一步最重要是甚麼呢 是一些很貴的產品還是護膚手法呢 我自己就覺得清潔這一步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皮膚不乾淨 之後塗多貴的產品都是無用的吸收不到的 第一步一定是一些基本的洗臉產品 其實我平時洗澡時用的 因為拍片變成乾麵用的 其實這支洗臉膏是比較濕面用時比較好 洗臉產品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幫你洗澡平時空氣的塵 以及臉上經常出過的油脂 我第二個步驟就比較挑剔一點 最近我正在用這部新玩具 是一個蒸面機來的 其實它除了有熱蒸氣之外 也有冷敷這個作用 即是冷熱兩個功能 我就會每次選擇自己一個適合當時的皮膚狀態的步驟 而我今次就選擇一個深層清潔毛孔的模式 我自己就覺得每次用完這部蒸面機 因為它有冷敷和熱敷的功能 其實用完之後整個人都很放鬆很放鬆很放鬆 就好像你焗完桑拿又浸泡沫池 除了這件事之外 皮膚上單用它 我都會覺得之後的護膚量比較吸收 好了搞完一大堆清潔的步驟 就到去角質了 其實大家可以用一些去角質啫喱 深層清潔泥和一些果酸換膚的產品 我今次就用這個磨砂 上次介紹過了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磨砂真的很幼滑 因為它的粒子很細 和我擦出來不只是乾拆的 我自己就覺得對我來說 負擔會比較低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乾 如果我太粗了 磨砂我擦完之後 真的會乾到太慢 做磨砂P0 其實最重要是打小圈和勢力 因為太大力會對肌膚有負擔 我自己在鼻翼、嘴角、暗層位 會擦多幾下 之後因為這個磨砂P0是整套的 我再加多這磨砂P0才完成 其實大家會看到 揉了上面之後 會有一點打圈乳化的效果 官方說明說會有點發熱 但我覺得因人而異 在我面上真的沒有熱的感覺 等一分鐘左右便可以洗 大家會看到皮膚立即白淨了 光滑了和滑不留手 真的不是騙你 我是極推薦這個磨砂P0 現在世界上應該沒有東西畫得過你的臉 其實現在來到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敷面膜 因為剛才做完一大量清潔 敷一個你全家覺得最棒的面膜 這樣就可以雙倍奔入營養 在你的肌膚上 我最近比較喜歡用凍膜 其實去完台灣之後 我對凍膜都上了印了 這個EJG就是試用來的 但我在台灣自己都有買的 其實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夏天用 因為它真的很薄荷 尤其是曬完太陽用一定是很舒服的 用凍膜我就喜歡用三文字面膜 其實這個方法就是台灣Bogger很推送的 因為你這樣用棉花濕敷 它會更加把面膜的營養 你可以更加吸收 其實日以來有方便我戴眼鏡 好了 敷個凍膜都要半小時至八個小時 這個時間做什麼呢 當然是玩遊戲 不是做什麼 我最近喜歡玩無雙大蛇 大家有追蹤我 reviewsbee都知道 我有講過 為了一條影片 不想這麼直入式 不要這麼說好法 我自己都加回自己生活元素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玩這些遊戲 我自己真的超級喜歡玩這些遊戲 好 一場無雙大蛇 逛逛逛四個小時至半個小時 維持一兩場時間 就足夠刮面膜洗面 大家看看敷完後 臉部沒有這麼紅 舒緩了很多 敷完面膜做什麼呢 就是做日常護膚步驟 第一步當然是用保濕的化妝水 把臉部更加保濕 以及進入正常護膚的狀態 很多人會問塗精華有沒有次序 其實都有的 最普遍的說法是 將最小份子的精華塗 或者將最想要效果的精華塗第一步 我自己第一步塗抗衰露棉花組合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特別 不是液碳 我就將它放在第一位 之後我就會塗保濕精華 其實塗什麼精華塗呢 我都會先塗保濕精華 因為乾始終要用保濕打底 我自己覺得塗美白先就不太好 又是春天又到美白季節 今期都試了很多品牌的美白產品 因為未試完 所以下次再跟大家分享真正的功效 之後眼部護理我是絕對不少的 雖然眼部產品最不容易看到效果 又比較貴 但是眼睛其實是最容易出紋的一個部位 因為整隻眼睛 眼睛又多動作 所以眼部護理我是絕對不少的 用完精華這個步驟 之後便會做面霜 我發現很多人會忽略這個步驟 其實我覺得是不應該忽略這個步驟 因為很多混合機 甚至油機 會覺得面霜太油 那就不塗面霜 其實是錯的 因為面霜是幫你鎖水 鎖之前你做的所有東西的營養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步驟很重要 我建議大家塗少一兩支精華 都補回面霜這個步驟 當然少不少就是拉提的動作 因為要抗衰老 大家會發現做完一大輪的步驟 臉是令到發光和充滿營養 好了 今次的護膚分享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